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约翰福音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第三讲 水变酒与论重生 耶稣跟他的门徒 一起来参加加拿的婚宴 那么这个圣经里面说 第三日是指主耶稣 往加利利遇见了斐利 还有拿蛋液以后的第三天 如此看来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 一直到第二章十九节的 这些事迹 是在一周里面所发生的 而且以这个变水为久的神迹 是这一周的一个总结 在加利利的这个加拿 是位于拿撒勒以北 大约有十四公里 这个地方就是拿蛋液的家乡 那么古代的人 他们的婚宴通常长达七天 也就是给前来祝货的亲友 提供他们流水席 可以畅饮 洗酒等等的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一般人认为 主耶稣的母亲 很可能是跟这个主办婚姻的人 有亲戚或者是朋友的关系 他被受托来协助管理宴席的 这些事物 所以才会在这个地方出面 求主耶稣基督来帮助他们解决 没有酒的一个难处了 酒是葡萄汁酿成的 象征生命的喜乐 因此这个地方说酒用尽了 象征人的喜乐已经到了尽头了 没了 那么耶稣基督跟这个母亲 原文是妇人 他这里说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其实它并不是一种 没有敬畏的意味 其实是表示很尊敬的 亲密的称呼 原文是说 这与我跟你有什么相关 按照犹太人的惯用成语来说 其实确实意思是要看他的上下文来做决定的 那么这个地方刚刚是说 他要拒绝这个母亲 以他是肉身母亲的地位 他想要来乐拳 来指挥神的儿子的行动 意思是这个 那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在这一卷的福音书里头 特别是指 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得了荣耀的那个时刻 耶稣基督他是在表达说 父神还没有给我清楚的指示 说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的做啊 所以我要很清楚的 所以跟你没有相关 意思是在这里 那么那个水变酒的神迹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一个很洁净的规矩 也就是他们会预备石缸里头放掉水 帮助人来参加宴席的人 他们就要透过这个水能够洗脚 洗手等等的 所以当时来参加婚姻的客人应该是很多的 那么一口的石缸大概可以成二十到三十加仑的水 那么六口石缸的话 就是有一百二十或者一百八十加仑 这个水真的是很多的 耶稣却跟这一个仆人说 他们就到满了直到缸口 这些用人没有问任何理由 这一种顺服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当时圣殿的祭司 允许商人在圣殿的外邦人院做买卖 售卖献祭用的牛羊鸽子以及其他的祭品 又因为圣殿不收希腊或罗马的钱币 犹太人缴纳电税或者奉献 需要用指定的希伯来人所用的钱币 因此才会有兑换银钱的人 那么他们是为那些从外来的朝圣者 为他们提供方便的 那么这一类买卖商议的行为 表面来看似乎没有不妥 但实际上面有下列的几个严重的弊端 第一 因为他们买卖是在圣殿的范围里头来进行 神圣的地方因而就被玷污了 第二 他们占用了外邦人的院子 剥夺了外邦人他们来敬拜神的权利了 第三 祭司和商人勾结串通 祭司就给予商人各种的方便 例如 这个祭生没有严格的检验 有瑕疵的人也给予通融了 而且商人他们就高价剥削 分给其他的包括了祭司等等的人 他们得到暴力了 主耶稣基督他来洁净圣殿的这件事情 是记载在他公开执事以后 也就是说在刚刚出来传福音不久以后所发生的 或者主确实曾经有两次洁净圣殿 所以在第一次他称为我父的殿 在十六节所说的 因为他是以神的儿子资格来洁净圣殿的 那么第二次来称为我的殿 是因为他是以大魏的子孙 弥赛亚的资格来洁净圣殿的 大西律在主前二十年为了讨好犹太人 因此再一次的来重建圣殿 当主耶稣开始侍奉神的时候 这一个圣殿已经废料四十六年了 还没有完工 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 整个圣殿是在主后六十四年完工的 但是耶稣这个话 不是在指着大西律王所建的圣殿 他所说的这个话 我三日就要重建圣殿 是指他自己的身体为殿的 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格蒂姆 这个尼格蒂姆在夜里头来见耶稣的 那么他是代表上流社会的人 他的特点有几方面 第一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表示他热心祖宗的遗传的 第二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 表示他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第三他是一个尊敬神 寻求神心意的人 第四他是一个老年人 具有不少的人生阅律 第五他是一位以色列人的先生 具有极高的教育水准 第六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因为他很虚心的像比他年轻的耶稣 遗尊救教 并且公称他是拉比 第七从他跟主耶稣的对话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诚实而且很有道德观的人 为什么他要在夜里来见耶稣呢 或许是因为晚上是比较没有闲杂人的打扰 他可以专心的向主问道 也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尼哥迪姆 深信胆怯懦懦弱 不敢在白天公然去见主 以免引起别人的敌视 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那么他说若没有神同在 没有人能够行 这个尼哥迪姆 开门见山就向主耶稣基督来说这一句话 表示了尼哥迪姆 他很想要从主耶稣基督领受更好的教训 以便改良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光景 人若不重生 意思就是说再生产一次 从上头来而生 人第一次的出生 是从母亲的怀胎里面生出来 是由下 而第二次的重生是由上而来的 这个重生 就不能够见神的果 见不是指眼见 而是指一种亲生的经历 见神的果与近神的果 意思是相仿的 神的果是指神掌权的范围 也是指一种神圣事物的境界 只有属神的生命 才能够领悟神的事物 因此必须重生得着神的生命 才能看见或者进入神的果 水跟圣灵这个和 这个字在原文的结构 是一种以下解释上面的补语用法 因此这个和 这个字可以翻作就是 也就是水就是圣灵 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就是 圣灵的功用有好比像水的功用一样 水就是要洁净污秽啦 圣灵的功用也是洁净的罪物 那么而这一种洁净的功用 只能够产生在真正悔改 还有相信的人身上 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经过了旷野 因为怨赌而得罪了神 神就让火蛇进入到百姓的中间 有许多的人被蛇咬死了 后来他们认罪 神便吩咐摩西举起同时 替他们受神的审判 凡被蛇咬的一望 那同时就活了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被举起来意思就是 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照样也就是指 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就好像那个蛇 被举在那个木杆头上面一样的 那么神爱是人 爱是指无条件舍己的爱 那么世人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 神对世人的爱是爱到了极淀 甚至把他怀里的独生子 爱子彰显赐给他们 他们虽然犯罪堕落 但是神仍然以他神圣的爱来爱他们 那么信就是要相信归入他 真实的相信 乃是要归入基督里面 就会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了 好 信子的人有永生 这个有就是现在是 表示永生是现在就可以拥有的 信的人不是要等到将来才可以得着 神的震怒要常常在他的身上 神的震怒在原文是一句很有利的话 意思是说神极力的反对 震怒一词 在这个福音书当中 是只有在这里出现过了 常在的意思就是一个罪人不要期望 神的震怒最后会消失 没有的神的震怒一定会在意的 神是全面而且不止息的来对抗罪恶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回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别说吧 我说我们再继续的谈 我们再继续的谈 我们再继续的谈